Hello 大家好 我是被贫穷的人类线斗笑的大白 上期说到 人类和精灵族开战 修从天而降 救下了老师 时间线往前退移 蜘蛛子也引发了一场大战 魔王千里追杀 蜘蛛子惨死 两个国家开战 参战的士兵加在一起 也有快十万的人马 在蜘蛛子眼里 这就是大量的经验值啊 他注意到远处有个可爱的蓝发小正太 不由得心生悲哀 战争残酷 这么小的小朋友都得上战场打仗 话音落下 蜘蛛子冲进了人群中 因为杀伤力太大 没控制好伤害 说好的帮助友军竟成了无差别攻击 收了大量惊艳的蜘蛛子准备退场 这时天上突然掉下个魔王王 咦 蝶瓷瓷 恶心心 原来 地龙一族为了帮助蜘蛛子逃离魔王追击 作为古老存在的一族 硬是拼掉了大半个族群 他们欣赏蜘蛛子这样的后起之秀 也希望将未来交付给蜘蛛子这种优秀的人 于是族群为了阻拦魔王全部阵亡 魔王击败最后一只古老地龙后 心中十分感慨 地龙一族的尊严和勇气确实令人钦佩 看着英雄一样死去的地龙 魔王心中涌起万般念头 首当其中的就是地龙看起来挺好吃的 魔王意识到不对 他从前可没有自说自话 吃掉猎物的习惯 身体部长并没有啃失掉魔王的精神 却逐渐和魔王的灵魂融入一体 好好一个高冷魔王 硬是被身体部长带成了活泼开朗的性格 而身体部长给魔王的影响非常严重 他居然真的打算吃掉地龙的尸体 要不是丘烈出来阻止了 估计魔王真的连个全尸都不会留 魔王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丘烈却一眼看出来他和身体部长融合了 通过身体部长 魔王也知道了蜘蛛子是异世界转生者 是由管理者D召唤到这个世界来 而丘烈的等级远低于管理者D 他也没办法限制这群人 魔王和身体部长融合后 对蜘蛛子的敌意减退了不少 但他还是打算宰蜘蛛子一次 捡全部的魔王 丘烈只好将他传送到蜘蛛子面前 让他们俩自己聊 争取把对方说服 于是就有了蜘蛛子战场遭遇魔王 好你个丘烈 看着浓眉大眼的 居然算计人家小蜘蛛 蜘蛛子心知肚明 自己完全不是魔王的对手 于是掉头就跑 而他的反击对拥有爆食技能的魔王 就是挠痒痒 血条靠吃回本 所谓神剑打架烦人遭殃 蜘蛛子被打得上蹿下跳 一路靠着战场上的士兵们 完成了挨打撞人升级三步完整流程 被打脱皮脱得生疼的程度 但等到最后却发现 身边没有任何能再利用的士兵了 这时年幼的小正太 握着剑停身而出 没错 他就是年幼的勇者优利乌斯 奇怪的是 优利乌斯的出现 竟然真的让魔王停下来进攻 一时间场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蜘蛛子不解 打开睿智技能悄悄查了一下 发现勇者拥有短暂获取 击败魔王能力的技能 难怪三人在这里玩起了木头人 当蜘蛛子绞尽脑汁 盘算该怎么离开时 没想到这时天降火焰 一下将优利乌斯视线引开 魔王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 发动深淵魔法 袭击了蜘蛛子 这一下可是冲着灵魂去的 蜘蛛子没能逃掉 应接了一招 生死不明 同样在战场上 羞这方面显得十分贫穷 他们发现 游谷似乎被影响到了思维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游谷和修相看两相艳 于是异口同声的 队友别插手 他们要单挑 一世界中古战场惊陷高达 精灵不玩魔法 转行搞科技 布迪马斯透过大屏幕 看向战场 立刻下令将所有机体启动 而战场上 修和游谷大打出手 光从面板上来看 修作为勇者略胜一筹 更何况在迷宫计杀地龙的时候 还获得了龙之力 游谷不敌修 见打不赢 更是彻底失了分寸 酿枪倒地后 便对着苏菲亚无能狂怒 苏菲亚早看不管 他这副我是主角的样子了 游谷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苏菲亚直接让管家 将他敲晕了过去 这时边缘OB了半天的队友 看见管家后就愣住了 因为管家是魔王军 第四军团的团长 这下修更多了一个 要和苏菲亚对敌的借口 他握刀冲向了苏菲亚 可惜在场唯一的吸血鬼真组 打这群人跟闹着玩似的 偏偏修菜还不自知 有了勇者的身份 却没有勇者的命 老想着学习优理乌斯 却只学会了表面的圣母心 丝毫没有考虑过队友的安危 一股脑的忙了上去 他以为自己费力躲过的技能 实际上只是苏菲亚疯狂放水 苏菲亚要留着勇者一命 因为他的主人说了 可以杀光所有的精灵 却绝不能杀害老师 这时修的眼神和倒地的迪亚对上 他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拖住了苏菲亚的行动 低牙通过泥土启动了魔法阵 一时间整个勇者小队一拥而上 但遗憾的是 苏菲亚从小挨毒打长大 这点偷袭在他面前根本不算什么 一挥手就把几人扫落出去 非看不下去了 他挡在修身前 主动向苏菲亚低头认错 打一开始 他就明白修打不过苏菲亚 但修的自尊心很强 不会轻易放弃 于是非找准了机会认输 本以为修应该知道差距了 哪晓得 这个勇者明明超菜却过分鲁莽 明知打不赢 还非得带队友一起送 苏菲亚正准备陪着他们继续玩呢 京也从天而降 一脚踹飞勇者一行人 修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质问曾经的好友 为什么加入魔王军 京也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杀精灵 在他看来 帮助精灵的修他们 才是真的离谱 他欠修吐露 精灵一族 其实是这个世界的害虫 面对京也的 精灵是害虫的说法 老师想都不想 就利用魔王军 杀死尤里乌斯的仇 当着修的面 指出了京也 就是魔王军第八军团团长 他不去求证京也化中的真假 一心认为自己没有错 何者京也和索布亚 就不是你的学生了吗 这时精灵族带着机甲 出现在了战场上 京也和朱菲亚 遭到了机甲的包围 精灵举起炮口 轰向了两人 死了 但没完全死是什么体验 蜘蛛子有话要说 硬扛魔王的深渊魔法 但他早就留了后手 从猪母那边 获得的技能产卵 再加上系统技能不死 蜘蛛子不但复活了 还获得了 净化成蜘蛛女郎的机会 而勇者那边 精灵族的炮台 根本伤不到苏菲亚和精也 苏菲亚不打算再拖了 他和精也联手 将战场上的 所有精灵族给杀了 剑修要去阻止苏菲亚 精也出手挡住 要不怎么说修菜呢 被打翻在地后 精也打算 让曾经的好友睡一会儿的 谁知道呢 半精灵非要跑过来 挡刀寄先自己 这操作 精也都看傻了 为了治疗半精灵 修使用了技能慈悲 结果达到了禁忌石 解锁了世界的真相 差点被信息量冲到爆炸 这时有股偷袭 苏菲亚不成 竟骂出了一句真真词 猜中了苏菲亚的雷点 他本打算弄死 这个小憋崽子的 但没想到 有人快他一步 蜘蛛子出手了 众人大惊 老实不敢置信 若叶不是已经死了吗 但蜘蛛子进化成了人类 不但如此 他正是苏菲亚的主人 当年进化成蜘蛛女郎后 蜘蛛子投喂了 同样孵化出来的 噩梦惨子们 他打开原室一看 发现苏菲亚的城市 已经被攻破了 精灵们潜入了 苏菲亚的家中 领主将孩子 托付给了管家 管家却被精灵族的人 乱箭射伤 眼尖被逼到了绝境 苏菲亚只好咬住 管家的脖子 将他转化成 自己的眷属 管家瞬间爆起 杀死了追杀他们的精灵 没想到 竟引出了藏在背后的波蒂马斯 这家伙 见苏菲亚实力惊人 便决定杀了苏菲亚 再告诉老师 他不幸卷入战争死亡了 但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蜘蛛子突然出现 一拳打飞了波蒂马斯 随后治疗了管家 他发现自己能鉴定魔王 却无法鉴定波蒂马斯后 便打算带着俩人开溜 没想到波蒂马斯 打开了封印结界 蜘蛛子的技能遭到了限制 不但如此 就连速度都被强行减入了一半 在波蒂马斯的攻势下 无法立刻反击 不过内部技能还能用 于是勉强能压制住波蒂马斯 只可惜对方是个机器人 压根打不死 不但如此 波蒂马斯被惹怒后 手臂转化成枪支 扫荡蜘蛛子 蜘蛛子见不能躲 于是牺牲了自己人形的头颅 使用歪曲斜眼 拧断了波蒂马斯的枪支 于是两边僵持不下 这时可爱的魔王少女艾莉尔登场了 她一抬手把波蒂马斯瞬间秒杀 蜘蛛子刚把脑袋接了回去 就听见魔王向她发来停战协议 蜘蛛子中了深渊魔法都没死 实力上是被认可了 再加上身体部长的融合 魔王对蜘蛛子更没什么敌意了 于是两边握手言和 魔王的目标就是 打倒世界的毒瘤波蒂马斯 而苏比亚和管家也被她邀请入队了 确实如魔王所想的那样 波蒂马斯这个宅种还没有死 蜘蛛子也没想到 意图拯救世界的勇者 竟然是魔王他本人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老爷们 记得点赞评论哦 我是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